Dent的Q2的淀粉 大家好,我是Dent 昨天一集时隔10个月 一新曲斯尼克子回归了 而专辑预购也突破了72万张 刷新了一集自身的最佳纪录 反应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集新曲斯尼克子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我看预购的时候稍微有点担心 但是看了MV之后 真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听 年轻有力的感觉真的很喜欢 看着一集的话 能感觉到20岁先生特有的青涩 活泼的自信 刚好就像现在的年轻人 平常听歌的话 一开始会觉得不怎么样 然后越听会觉得越好 但是这首歌第一次听 就觉得非常好了 不怎么样就像个收录曲 说实话跟这些的歌曲 没有什么差别性 有点腻了 很久没有觉得这么好了 最近为了攻略海外市场 大家的歌曲都在走 比较难理解的路线 但这首歌真的有 女团歌曲的感觉 跟艾喜时候一样 很有一级潮起蓬佩的感觉 我是别家粉丝 也是整天在听这首歌 是不错 但是很像收录曲 一点特点都没有 就是个大众们会喜欢的歌 真是搞不懂 那些人一直说 ESPA的歌曲很奇怪 太特别了 大众们都不会去听 连续几天都在那里 现在又说一级的歌曲 太频繁没有特点 当然 每个人喜欢的歌曲风格 都会不一样 所以别人觉得好听的歌 也有可能自己觉得 真的不怎么样 而这个时候你说 我觉得不好听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真的不必要 在那里用手机分析 因为这样这样 所以不好听 所以不能成功 所以完蛋了 等自以为是的结论 OK 总结一下一级的新歌就是 我觉得很好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队内耍大牌的女爱豆 损失的成员们 因为队内耍大牌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喂 肖炎 去切一下甜瓜吧 你是疯了吗 成员们快笑死了 突然开始整理备份 由入社SN娱乐的年份 来赔顺序 肖炎2000年 娱娜2002年 苏洋2000年 Tipani2004年 Magnet Tipani 耍大牌正义 耍大牌正义 对不起 对不起就去切甜瓜 有时哪个甜瓜 苏洋你不知道最近甜瓜 是要连皮一起吃吗 结果第二天 有力切甜瓜了 甜瓜太好吃了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想吃了 实现愿望 肖炎在后面说 甜瓜最近都是连皮吃 也太好笑了 这个很好笑 我跟苏喜是同龄 真的很像是跟沟中朋友 去旅游的感觉 根本就是闺蜜 最棒的是 苏洋绝对不开口 让那里的忙 尤拿去切 也真的是太温馨了 继续等待 从前系列8月的回归 下个消息是 昨天TWICE队长机后 在IG上传了很多照片 并留言庆祝了 进入JVP娱乐的17周年 庆祝我们机后入社17年 这程度的话 应该要叫我拍部奖 或者是拍谱部奖了吧 17周年可可 这程度根本就是 Pakissan你们了 练习生10年 TWICE7年 总共17年 不管大家现在做什么行业 能跟机友这样坚持的话 真的很难不会有好结果的 所以继续等待机友的入社 20周年 25周年 30周年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